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73集 是 我是来救你的 季林点头 季雅心中大喜 只要季林不同意把他送去医院 这事儿就还有转还余地 季江源那不孝子也要听长辈的话 唐红恩只是他前夫 要不是有权势更没资格送他去医院 大哥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大小你就疼我 季林坐到了对面 多骄傲的小妹啊 居然落到了这样狼狈的境况 季家的明珠不知不觉早已蒙尘 想到这里 季林顿时心酸无比 他同样红了眼睛 送你去看病才是救你 季雅的脸色一下变了 烦躁和怒意交织 还有失望和难以置信 大哥 连你也相信我有病 这是唐红恩打击报复的手段 难道我们季家没落至此 已经没有了和唐红恩抗衡的底气 你才要牺牲我 是啊 一定是这样 季家已经在日落西山 因为父亲去世后 大哥的能力不够 把季家的门楣撑不起来 季雅有浓浓的失望 那怀疑又讥讽的眼神 叫季林很难受 他当然知道季雅在想什么 对 肯定有这个原因 事实就是这么现实 如果唐红恩是个 碌碌无为的中年人 而季家正风光鼎盛 别说唐红恩是季雅前夫 就算是季雅现在的丈夫 他指责季雅患有精神病 季家都能不当回事 你说送医院去治疗就治疗 季家不要面子的吗 有精神病你也得自己受着 自己把人看好喽 谁叫唐红恩没本事呢 没本事的人没有话语权 可现在情况是相反的 季雅是真的有病 他表现出来的狂躁偏执 他迥异常人的思维模式 已经越来越严重 而唐红恩不是碌碌无为的中年人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旁人自会掂量 他又没有空口白牙诬陷季雅 是季雅总是不放过人家 季零心一冷 我也不愿意相信你有精神疾病 但你做的事 正常人肯定走不出来 你可以认为这是牺牲你 如果仇恨我 仇恨江源 会让你自己好受点的话 我其实也能接受的 但你需要治疗 需要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修养 不让你接触到别人的生活 我想你的病情能缓解很多 总是抓着唐红恩补放有什么意思 和唐红恩是再也不可能和好了 季零把自己带入唐红恩的位置去想想 和季雅复合有什么好处 半毛钱好处都没有 一个精神状况都不稳定的女人 会把身边的人搞得心力交瘁 季雅要做服装品牌 要和夏小兰过不去 要和刘芬过不去 说到底 还是在和汤红恩较劲 她想要比汤红恩过得好 嫁给乔治本来算挺好的选择 却也被季雅搞砸了 这世上可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 日子都是自己经营的 季雅却把手里的牌越打越烂 季雅失望怨愤 季林何尝不是如此 难道季家的教育 真的出了很大问题吗 季林找不到答案 她就是深刻警醒 以后季家的女孩子们 不能再像季雅这样 毫无原则地宠溺了 季雅还想说什么 季林却不愿意继续听 总之 江源的决定我都赞成 去医院这件事 已经成了定局 我告诉你是希望 你能早点接受这个事实 就算不接受也没关系 每一个去精神病医院的患者 都不是自愿想去的 疯子都会坚称自己没疯 疯没疯 也不全是汤洪恩说了算 季林还是相信专业人士 季雅虚弱地喊叫 还打翻了给她准备的饭菜 季林头疼 对季江源说道 那就让她饿两顿吧 不要说两顿 就是两三天不吃饭 一个人也饿不死 现在还有个问题 我们要把她送到哪个医院去 总不能一直把人关在派出所 派出所没这个义务 看着记牙 赖秘书凑上来 季手 市里就有一家康宁医院 需要联系他们过来吗 鹏城康宁医院 已经是市里最好的精神病医院了 当然 送到鹏城康宁医院去 季雅在里面乱嚷嚷 对领导好像不太好 赖秘书还是希望季江源 能选择其他地方 如果这个儿子 想给亲爹省省心的话 他就应该选择其他地方的 精神病医院 让康宁的医生先过来 要吃什么药 进行什么初步治疗 我想听听 康宁医院医生的说法 等他稍微稳定下了 我不打算 让他在康宁医院长期住院 我准备带他去港岛 季江源也不是想折磨季雅 他是真的想给季雅治病 出国嘛 不太可能 他的学业不可能全丢掉 但港岛那边的医疗水平 不比国外差多少 特别是精神类疾病方向 不像内地的医院这样一刀切 去港岛是最好的选择 经济上能负担起 也方便他周末时 能时不时去探望 赖秘书松了口气 确认了 这是亲儿子 不是坑爹的 季雅万般难缠 季江源却很好说话 肯定是像汤市长多一点 赖秘书压低了声音 季少 领导嘱咐我 这几天要协助您 领导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会有空 他想和您见面 我知道了 把我妈这边处理好了 我会主动和他联系的 康宁医院就在罗湖区 医生来得倒是很快 季雅不配合 人家却是专业的 把季雅按在轮椅上 就送上了车 这是季雅的药效还没过 他若还是狂躁 医生同样会给他注射镇定剂 再配合束缚带等工具 精神病患者都是这待遇 体面和优雅 不存在的 精神病医院 绝对是一个能让人 磨灭所有高傲的地方 季雅被送上车时 眼神依然充满怨恨 他骂季江源不孝 骂季林懦弱 诅咒这两人不得好死 浑然不顾 一个是他亲儿子 一个是狄亲大哥 季林也跟着上了车 你是真的有病 不用江源出面 你的入院治疗同意书 我会亲自签字 将来到了九泉之下 你可以告诉父亲 是我这个做大哥的 亲手把你送进医院的 江源是个好孩子 不能这样被耽误了 在华国 大一密亲 是个毁育参半的名声 季林想保护一下外甥 我会亲自签字幕 我会亲自签字幕